hello朋友们大家好 终于有时间说一说上周日评完的这款 万代MG一端高达非规格地形了 外观方面和圣月高达十分相似 也被很多玩家简称为白圣月 模型四月发售 网线规格定价是5800日元 比圣月是贵的100日元 那么到手价格将近是440 作为一款MG而言 板件数量不多 模型依旧采取了MG抢袭器 通用骨架结构板件 一部分是几年前圣月高达的骨架和外甲 一部分异端非规格地形的新规板件 新规度不高 虽然不存在什么战力问题 但是还是直接捆绑了一个透明支架 朋友们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记者机体 会不会带来什么好玩的设计 首先在内构方面是以强袭骨架为基础 在匹配上曾经圣月高达的一部分骨架而成 所以基础结构方面和圣月高达的表现是一般无二的 像是强袭器大腿的内构抽拉细节 或者是膝盖部分的拉伸联动设计 在异端非规格地形上也有体现 不过拼装的时候感觉作为万代的模型而言 组合度偏紧 在拆外甲拍骨架的时候 也同样遇到了和圣月一样的难拆情况 像喷涂的玩家在宿主的时候 可能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卡榫 内构细节刻画不多 但是相对是完整扎实 大家可以先对内构细节表现打个分 而外观方面 即便和圣月高达保持极高的相似度 但是红黄蓝白的标准高达配色 还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观感差别 即使论这个配色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圣月是更帅一些的 地形这个配搭可能会让人感觉缺乏了一些特点 不知道朋友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在模型内部有附属专用水贴 如果感觉外观太素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标志适量点缀一下机体 画外颜色在外观方面 也有一些造型结构的不同处理 比如说在这个头部 像是圣月高达的两根 像是蟑螂触角一样长的病毒天线 地形尺寸就短小很多了 当然也没有放毒属性 而且集成在前额黄色装甲部分 覆盖头顶面积也变得更加巨大了 在漫画里面 地形层尽为了见看 把头顶也改为第二处座舱 但是MG模型的话 并没有什么双件的设计了 就是普通的头部结构 后盔侧面带有纵向的出气口配置 而面部中心也并没有像圣月那样 增加一条纵向散热缝 只是双线雪铁龙而已 红色下巴也显得更加厚实宽大一些 相比圣月而言 看起来确实多了一些正气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帅 在胸部装甲相比圣月而言 也是进行了全形的造型处理 比如说胸口部分 就是直接的黄色出气口暴露在外 并没有外框设计 会感觉细极少了一些 因为驾驶舱舱的舱门配置关系 腹部的蓝色装甲一直延伸到腰部 中间红色部分为驾驶舱的舱门结构 我们翻开盖板 就可以看到内部的驾驶舱结构了 相比圣月 这次的地形并没有附属坐姿病人 内部目前呈现的是空驾驶舱无人机状态 而另外一处新造型是裙甲单元 地形的侧裙甲表现更加方正一些 而在侧裙甲的顶部 和圣月高达一样都搭载了手部武装 不过地形这个并非是光束军刀剑柄 而是作为发送信号为根本目的的光束信号器 只不过当增加光束出力的时候 也能作为光束军刀使用 但是负荷过高也容易导致这个光束信号器损坏 这款模型里面并没有其他样式的特效件 只能作为光束军刀使用 而再一个就是脚掌部分了 脚底的边缘比圣月高达增加了一些外围的凸起结构 地形的脚掌会显得更加厚重一些 那以上就是异端非规格地形和圣月高达本体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了 两方模型基础结构没有什么区别 把玩起来基本都一样 而真正的产生差别的地方就是在装备方面了 地形的装备配置会感觉看起来没有神兵型圣月那么豪华 比较简单 首先用于手持的远程武器有两把 一把是专用光束步枪 在顶部有一个弹夹结构 在侧面带有一些可以弯折的框架细节 看起来有一些机枪的风格 在尾部枪托是给出来拉伸结构 小枪直接手持就可以了 相比之下更能凸显记者属性的 还是要数这个看起来像是甲方欢乐机 摄像机外观的摄影枪了 外观方面已经和摄影机极为相近了 像是镜头啊 折光斗啊 并胶环啊 提手这些结构是都有设计 来别动 给你录一段 结果一枪射出去了 实在太会了 镜头部分其实在零件上 有做出一点分层的浮雕结构 但是表面是覆盖了一层铝箔贴纸 细节就看不到了 外层有加装上一个透明分件 打成镜头组的构成 而透明件部分是使紫光能照射提亮效果 像是在眼部和头顶显示器也是同样材料 因为覆盖的铝箔贴纸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而在背部是搭载了一个专用的机械致背包 背包整体以黑色为主 中间有做出白色的分色 但是这个位置是两块贴纸 毕竟背包都是重新开模的 新规头部也有设计白色分件 还这么搞就有点恶心人了 背包底部带有两个大尺寸喷口 举行卡索安装并不具备可动 而在背包顶部可以看到一对外落的小把手 两侧是收纳了一组作业用的小刀 我们拿出来以后 刀刃部分外翻展开来还原使用状态 这个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尺寸太小了 而盘踞在背包两侧的主要结构 是一对折掠好的背部机械臂 我们通过关节可以两侧进行外翻展开 然后利用底部关节来展开折叠结构 因为中间关节部分采取了轴型结构为主 再配合底部球形关节 整个稳定度表现还可以 而在机械臂部分还支持外拉延长 最末端带有一个可以展开一点的小钩爪 之前的光束步枪或者摄影机造型的摄影枪 都可以利用机械臂突然搭载 可玩度能稍微强一点 那么除此之外 针对一段高达非规格地形的机设特点 还给地形准备了额外的背包结构 这个结构主要就是为了审配其他seed系背包而存在的 我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毕竟别的MG背包还得自己用 墙袭系的背包倒是不用替换件 如果说之前买了中国红墙袭限定全甲桶的话 肯定会剩余不少用不上的背包 拿来给地形比量比量多少还可以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全甲桶装备的位置摆放 直接就放弃了 可以理解吧 本身这款一段高达非规格地形的基础结构 就是墙袭股价配合升约股价 再配合上大部分的圣约外甲呈现的 除了配色之外 在本体上只有几个地方都要新规设计 所以想在这个上面找到什么新的特色确实是比较难 装备方面倒是有一些特色化的设计 像是摄像机风格的摄影枪 光束步枪 还有机械臂的背包什么的 但是以模型表现出发 和圣约的背包加上装备比起来 可玩度就会感觉逊色不少了 带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比较简洁 简单 如果说没有看过相关漫画 对机体设计也不是那么感兴趣的话 这款非规格地形看一看就好了 当然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也请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